这场在加州圣盖博谷地区的造势拉票活动 标志着希拉里拉动华裔民众参与政治投票的活动正式开展 活动吸引了数百名当地民众场面热烈 国会议员赵美兴和其他地方亚裔民选官员到场为希拉里造势 在近半小时的演说中 希拉里讨论了本届选举对亚裔社区的重要意义 以及他将如何作为总统为其而战 他表达了要解决移民制度的问题 让更多人享受到高等教育 以及提高社会薪资水平的决心 同时他表示要努力解决签证积压问题 减轻亚裔和众多移民群体在身份问题上的压力 拉选票活动结束后 国会议员赵美兴在圣盖博为希拉里举行午餐筹款会 据了解在为期两天的加州之行中 希拉里将出席包括圣盖博地区 洛杉矶地区以及旧金山地区的六场筹款活动 凤凰卫视陆梦英明洛杉矶报道